剛剛我們打開的這個AE的專案檔 這種畫面就是素材儀式 也就是你也可以從這個地方了解到 請問AE的專案檔會不會直接把素材就包在裡面 平常我們PSD AI是不是都包在裡面 同一個檔案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檔案帶走就好 但是呢 因為我們是做視訊 所以包括像各位使用Premier啦 衛生衛影啊 衛衣導演這種剪接軟體 或是向你做特效的 他絕對專案檔案不會包住任何的什麼 這種所謂的影片的素材 或是那個圖片的素材 他都是用連結的 那會出現這個情形就是他發現 糟糕 我的怎麼樣 連結裡面找不到你的素材在哪裡 雖然我們有放 但是他找不到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解決啦 你看一下 有沒有覺得我們的專案檔好小喔 才幾K 是不是92K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文字檔而已 那用連結的方式怎麼找呢 來看一下 在第三堂課 這個我有開放 第三堂課裡面 你會看到 老師有放一個 這個 第十個 FAQ的常見問題這裡 點開它 你就會看到 我有告訴你 要怎麼處理 很簡單的 你可以 在這種情形 就是 一般來說 像剛剛這種打開的時候 他都會告訴你 有幾個素材遺失 就是他找不到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一部分找不到 有時候是全部都找不到 好 那 簡單來說 你就在這裡 看到我們左手邊 在這邊 我先找到影片好了 我們先從影片來找 你在這個上面呢 你可以直接按右鍵 按右鍵 replace footage replace是取代嗎 footage就是素材 我們每一個進來 有這個稱作一個素材 所以你按右鍵 replace footage 你告訴他 我現在這MP4的檔案在哪 這是一種方法 如果你懶得看這些英文 有沒有比較快的 有 就在這個影片喔 影片上面 咚咚兩下 按兩下 發出左鍵 咚咚 因為他找不到的 所以 點兩下 他就會跟你講 請問你們 檔案在哪裡 那我們就找到 剛剛的下載下載 這個資料夾裡面 服務體群 點進來 有沒有 這張 就在這邊 其實呢 如果你忘記了也沒關係 因為他上面 有沒有也會提醒你 你現在找的是哪一個 這樣了解了 所以只要找到他 選好 然後呢 按下去 找到一個 雞犬升天 這樣了解嗎 只要同在一個資料夾裡面的 他會一併找到 所以他這邊他就告訴你 另外三個他已經順便找到了 按下OK 有沒有回來了 只要你下次遇到素材遺失 會不會找回來了 但是如果你像這種已經找到了 點兩下就沒有用喔 因為點兩下他就是打開而已喔 因為他已經找到了嘛 只有那種找不到的 才會怎麼樣 出現剛剛那個畫面 你應該知道平常找不到 要去寵物店才有 知道嗎 你們都沒有 家裡面有養寵物的嗎 醜物不是會有跳蟲嗎 所以去那裡 醜物店才找不到 找不到 有一種東西叫找不到 呵呵呵 這樣了解齁 好 所以 這樣你就會把素材找回來囉 OK